哈喽大家下午好我是娜娜 我现在呢是在什么呢 缅甸北最矿区的摸摸亮城口啊 这个大太阳啊 估计应该在国内很多地方呢 应该这会儿呢是天黑了啊 但这会儿呢就是大太阳晒的暴晒啊 啊已经晒成缅媚了 我已经好了 这话不多说 待会儿呢我决定还是带大家去 什么呢去看一下那个大深坑深井冰 到底有多深好吧 我们去测一测好吧 走吧跟我来 待会儿再下去带给大家啊 想起来路因为太远啊 走吧 哈喽我这会儿呢下到这边来了 差不多走个15分钟的时间啊 从那边上到这边来 很绕的沙漏啊 从那边大家可以看一下 现在我身后呢就是一个 私人家啊 私人家他们在开采的一个壮观场面啊 来看看这个坑有多深啊 够深吧 没想到吧这么深 那这边呢它下面呢都是全部都是水啊 那个坑是很深的 这个是什么呢 现在白井它地下渗水渗出来的很多了啊 这么一个大坑啊 能看到这个大哥是用风袍机啊 风袍机在打 那这个地方呢可能就说这个地方是一个私人家他出了钱 买工了之后来继续有自己开采的啊 找工人开采的啊 那有可能 你有可能说是什么呢 他们自己两个人一个团队啊一起来挖的 那挖出去这么深啊 那这边还有 这边也是这样的 用风袍机啊在挖 然后一个用小吃的我再弹 这里连着过去啊 这里排着过去 他们就在这个悬崖边啊这样挖 那么这边的话应该又是另外一家啊 另外一家他们 盆包的啊盆包的继续往下挖的啊 可能是这样子的啊 站在琼瓦边上啊 说实在的这说实在的非常的危险 我站在这旁边我都觉得有点脚发软的感觉啊 但是还好呢 还好我不恐高啊 还好我不恐高 我要是恐高的话就没办法给大家去拍了啊 他们这个最边的话应该是一个 他们应该是一个什么一个团队的啊 然后还有那边的 那边的话应该也是个团队啊 其实像其他很多厂口呢 公司家基本上不能啊是禁止 他们这种自然开展拿这种风袍的啊 拿风袍来挖的 但相对来讲这边 木木亮这边这个厂口呢 还是让人啊 还是让他们来用风袍去挖 为什么用风袍 第一 他这个什么呢 能够挖的快 效率高 第二呢 什么他挖出来 相对来讲的什么呢 他不用 就是打的比较深嘛 效率比较高 那像其他地方呢 其他一些厂口呢 就是用这纯手工的 像用天津锤呀 铁锹啊 这种来挖的啊 正面仪式啊 正面仪式啊 正面仪式一样的 同样的操作 那这边呢 全是地下渗水啊 那边呢 再留着水的 这个地方呢 留着渗水了 再拍到米 听一下 感受下这个声音啊 一个团队呀 一个团队在操作 滑鼓随啊 好危险 好 我先放入鱼肉 再加上鱼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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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場挖肥 捏巾巾 四摸摸亮的视角啊 激烈的挖啊 激烈的在挖 攞蓋到一颗烤之后 煎烈的厚子 更少用一个水排 一小瓶货 煎烈的光 火悶 写煎烈的厚子 鞋子 所以这个东西很难挖的 可能挖到去一米 两米三米都没有一个 当然嘴巴还是跟运气很有 有直接关系的 每个人的运气和财运不一样 有的人他可能挖一个洞下去 就能有五六个七八个 但有的人可能就挖不到 所以这个东西来之不易 好了 我是娜娜 我会在北京的北京这个矿区 带你放个面 开个购 你想看更多的 还想看其他的 有个娜娜没有更新的视频的场所 可以在下方给娜娜留言好吧 娜娜会充时间提示时间带大家去看 这是我想知道的场所 拜拜